大家好,欢迎收看一顶历史 众所周知,我国和日本之间渊源很深 古代的时候,日本派人到唐朝学习 据说日本人的祖先还是徐福 日本和中国相邻,中间只有一片海洋相隔 其实大家不知道,中国与日本之间还存在一个国家 沉入海底,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这还得从《山海经》这本书说起 在先秦时期,我们国家有一本古书,名叫《山海经》 这本书里面的内容大多都是奇奇怪怪的 其实后来经过学者研究 《山海经》这本书其实是一本远古时期流传下来的地理著作 在《山海经》中曾经记录的母大陆 而日本和我国之间有一个琉球群岛上面有一个国家 就属于母大陆文明西端的一部分 这个地方还是无意间被发现的 1986年,一个潜水员潜水的时候无意中发现的 当时他发现了一块岩石 这块岩石特别大,大概方圆几百米 岩石上还有台阶 觉得很奇怪就上报给了有关部门 刚开始的时候,专家们还以为这个巨大的岩石 可能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后来专家们经过一番仔细的研究 发现这些台阶并不是天然形成的 大象是人工专门打造的 海底遗迹在被发现的这30多年 人们在海底还发现了巨型金字塔 类似城门神殿的建筑群 甚至在城门的上方发现了类似象形文字的图绘文案 从地理位置来看,这个岛屿与中国确实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个古城是在一夜之间沉入海底的 人们对这个曾经存在的文明一无所知 只是这样的结果让日本很是心慌